普尔 这个位于中国云南边陲的一片绿洲 拥有上天恩赐的土壤和气候 在这里 随意选择一条街道 都可以发现独具特色的美食 丰富的物产 让普尔人拥有如此多的食材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精心地使用着自然的一切馈赠 清晨五点半 城市未行 而普尔区五一市场门前的路上 却早已经熙熙攘攘 人头攒动 早逝是一天美味的开端 人群聚集此地都奔着同一个目的 那就是最新鲜实惠的各类食材 60岁的慢窝牛肉老板罗良走进市场 熟练地在人群中穿梭 不在任何路过的摊位做过多停留 预定蔬菜后 快步走向牛肉摊位 这里有他合作多年的商家 也有他需要的丝毛江城黄牛 江城有广泛宽敞的天然牧场 所产黄牛肉质鲜嫩 远近闻名 是丝毛当地著名牛菜的原料不二之选 多年的合作双方彼此信任 难得的交情令买牛的过程 其实就是拿取那么简单的交接 称重记账 为了节约时间 称好的牛肉马上放到脚推车上 在卖家的帮助下迅速推到市场门前 早已等待的车上 此时的罗良正焦急地等待预定的蔬菜 为了保证食材新鲜 牛肉 牛杂和新鲜蔬菜只购买当天所需 这意味着虽然天色上岸 买好的食材如果无法快速拿回家处理 就没有办法保证饭馆一天的供应 接到食材 罗良马上开车回家 十几年来每天在两点一线中往返 对这条路再熟悉不过 开起车来力所迅速 此时天色刚刚微亮 罗良却已经忙碌了一个多小时了 食材顺利送往饭馆 第一件事情才算做好 毫不谦虚地说 慢窝牛肉在四毛当地的证明 让刚来四毛的外地人都有所爱闻 殿明以罗良时代居住的地名命名 生意好令人振奋 但是对所做的事情常年重复 却又需要抓紧时间的罗良而言 好不好不是现在考虑的事 他需要机器一样的马力来争温夺秒 车停好后 买好的食材分类放入盆中 生火烧水的同时 他要把牛肠 牛肚领 百叶等部位 拿回家中处理 牛肉食材处理极好功夫 烹饪火后也一定要足 一桌精心制作的牛肉宴席 背后一定是厨师在时间和精力上面 毫不吝啬地付出 在自家的小院中 罗良正和店里的一个伙计处理食材 首先要清洗牛肠 用井水冲洗牛肠 这样的动作一直重复十次左右 直到把肠中的异味和附着其中的杂质 冲洗干净 然后放入锅中煮一道 牛肠非常难收拾 要想料理的气味清洁肉质新鲜 煮是必要的一个步骤 煮好的牛肠 还要经过十遍左右冲洗干净 切成均匀的小块备用 干净是罗良处理这些食材的首要原则 新鲜牛百叶用力揉搓上面的透明的膜 牛百叶就是牛第三个胃 俗称堵尖或者毛堵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吃起来鲜脆可口 牛百叶经过煮过一道后 继续刮洗几遍 切成小块 在罗良处理食材的同时 饭馆中已经开始忙碌 一家有着二十几张桌子 生意红火的餐馆 厨师只有罗良和妻子张丽萍两人 时刻太多 张丽萍请了一些人帮忙做一些简单的食材处理 洗菜 切菜 炖煮牛肉 而需要细致的耐心与常年经验的活儿 张丽萍坚持亲力亲为 处理牛脊背筋是每天必走的事情之一 牛脊背筋富有韧劲 营养丰富 上好的脊背筋 踢去外层筋膜 还要剔除上面多余的牛肉 牛肉的残留会影响食材的口感 使牛脊背筋失去韧劲 牛肉留多少才符合最佳的口感 可能与别人难以说清 它体现在张丽萍做出的美味菜肴里 天赐普尔 大自然似乎对这片土地格外偏爱 不仅给了普尔人茶叶的芬芳 更给了普尔人许多宝贵的食物资源 用当地黄牛做成的特色美食 牛扒呼 就是其中一种 罗良处理好的牛肠 牛柏叶 独领已经从家中送到了饭馆 牛肉切成小块 同切好的牛肠和牛柏叶 放进高压锅中焖煮 使牛肉牛杂更为软烂 二十分钟后 锅中的食材倒入牛骨汤里 鲜汤只用牛骨熬制 六个小时的慢火细熬 骨头的精华 全在这清烈的汤中 加入牛肉 百叶 牛肠 小火慢慢熬煮 浓郁的肉香 与鲜甜的牛骨汤 互相吸各自精华 互为综合 不过于肥腻 却也不过于寡淡 采用新鲜牛肉烹饪的牛扒糊 牛肉绵软可口 百叶牛肠 入口爽滑 淡香带甜 没有过度烹饪 小火慢煮最大化的 激发了食物本身的鲜 云南人 没有专专业学习过如何做菜 食客吃的 其实也是他们家里饭桌上的味道 如今开了一家客似云来的独特餐馆 也是家常菜 扩展成食堂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慢窝牛肉馆 从2003年开始经营 夫妻二人做牛肉 却远不止13年 罗良的儿女喜欢吃牛肉 没有牛肉就不爱吃饭 如何换着花样 把牛肉做得好吃健康 是夫妻二人共同的心思 为人父母之心 使他们练就了 这门做出美味牛肉的手艺 哎呀 这做菜自己是自己吃 自己就把它 把它饮了 我家给我点豆糕装嘛 我想它穷吃着 还是它就照顾肉丝 那也许我就想它 我吃出来这个 放出去了嘛 放在市场上 各位人喜欢了 我就不开始做菜 我就开始 以后都亲戚朋友 就有个卖菜 买到这牛肉不吃 经常吃牛肉 我家寻求是不吃牛肉 就是吃牛肉 一开始买牛筋茶 买牛肉炒 因为我家老子 根本都是爱吃牛肉 比牛肉就不想吃饭 这种的 吃成的一种就是 我妈妈开这个时光跟时的 因为我都高中 这些都大熊 都大熊肯定比得起 就开始做这个 就开始做起了 就是这么 像我们这种是大种开胃嘛 大种开胃 是从做起来 比刮牌这个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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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牌这个黑地就开始就忙不应了 是这种 还是很实际欢迎的 你妈说 这个 我们现在是残忍了 从做这么多 这种都是这种动作 所以来那小哥妈妈 就是要培养这种动作嘛 也算都是利落地的 做什么需要 那个比得起 我们是五十五十六岁了 老瓜是六十岁了 我那个刚得上他的动作 说你这个动作刚得上 我你很少了 真是 老瓜最重要的不会是老瓜在和我 如果不在下整就不行了 这个如果做了整粗的了 一笔法吃 是吧 所以把那我去死不想找 找来就要不应 是吧 这个是什么 炒牛脊贝精就是张立平拿手的牛菜之一 锅中倒入油 干辣椒煸香 倒入生牛脊贝精翻炒 由于食材是生炒 炒的时间要长一些 炒的时间过短 牛筋会硬 精条在锅中不断地翻炒 直到颜色开始慢慢变得透明 加入红辣椒 小米辣等调料 倒入切好的撇菜根 芥菜 薄荷上桌 炒好的牛筋 滑爽酥香 味鲜口力 营养丰富 鲜香的炒牛脊贝精装盘 烫肚也已经在准备过程中 毒领是牛肚的上等品 是牛第一个胃中一道隆起的分割组织 毒领切成片状 切得越薄 越能最大限度地吸收牛骨汤鲜味 一头牛身上的毒领量非常少 做成的烫肚虽然美味却不可多得 每天慢窝牛肉馆 也只能供应两到三碗 为了让这种食材得到最好的呈现 罗良采用烫的方式烹饪 毒领烫着吃最能发挥它的口感 薄薄的半透明毒领放进牛汤里 瞬间被滚烫的牛汤浸沫 五分钟过后 毒领烫熟 烫好的毒领虽鲜 却略显单调 香料 香菜 薄荷 撇菜根 葱 蒜 小米辣等调料和鲜香的牛肉汤 一起调配好 成为这碗毒领的底料 煮好的烫肚柔嫩 麻辣 鲜香 上好的食材 无需过度烹饪 便是绝佳的美食 牛肉好不好吃 原材料至关重要 在这家小饭馆里 罗良负责对原材料的严格把关 早上市场买食材 上午处理牛肠牛肚 之后便一直在厨房做菜 一忙就是一整天 罗良有着他人所没有的经历 无论从挑选食材上 还是对时间的把控上 不容许自己有丝毫的偏差 这可能是罗良形容自己古板的原因 也是这份认真到近乎苛刻的标准与行动 成为了慢窝牛肉 受欢迎 食物如此美味的原因之一 几十年如一日制作一类食物 保持品质 靠着口耳相传 如今 慢窝牛肉馆每天都做满了食客 对于斯毛本地人来说 来慢窝牛肉馆吃一顿牛肉 成了一种十几年来的习惯 水浒传里 那些快意恩仇的英雄汉子们 一入酒店 便都是呼唤着 切三五斤牛肉来 似乎除了牛肉 就没有什么能够体现出 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的淋漓尽致 普尔人会吃牛肉 爱吃牛肉 安然地享受着自然给予的舌尖上的美味